各位兄弟 如果林冲今天把我给杀了 马上放了高雅内 不许报仇 我并不想跟你决生死 只想分出胜负 十招之内打不掉你的兵器 就算你赢了 此人武艺高强 单枪匹马 闯入数千人的山寨救人 山贼头墨插翅虎 本是好汉 迫于无奈才落草为寇 他没有以多欺少 迎敬重豹子头林冲的侠肝义胆 提出与林冲单挑 若是自己输了就放人 林冲爽快同意 叉翅虎的双锤刚进威武 一般人难以近身 可林冲的长枪也不是盖的 只见寒光一闪 便挑飞了叉翅虎的双锤 林冲并没有赶尽杀绝 鄙视武艺点到为止 叉翅虎遵守承诺 同意放了高雅内 谁知高雅内乖张暴力 高雅内拔刀向叉翅虎 却被林冲一把拽了回来 摔了个狗肯尼 林冲这么做 其实是为了救高雅内 可对方不领情 还记恨上了他 林冲痴迷于武学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一手林家枪法 更是无人可敌 因一生好武艺 林冲成为八十万进军教头 放在现代 那是事业有成 成功的男人背后 一定少不了一位闲内住 那就是这位貌美如花的林娘子 两人夫妻深情 夫场妇随 林冲的生活很简单 叫场家中两点一线 然而快乐总是短暂的 太尉高求 要过大寿 只收贵重礼物 以及真金白银 林娘子 让家定去买些云锦做礼物 林冲知道后急忙阻拦 家里又不富裕 再者自己反对 收受贿赂 攀龙复凤 最后林冲 送了一盒寿命 高太尉在清点礼丹时 勃然大怒 棋子高崖内 自从下山后 就对林冲心生忌憾 免不了在高太尉面前搬弄是非 寿宴上 高太尉让人抬来 家传之宝 压日宝刀 给大家欣赏 宝刀配高手 高太尉将压日宝刀 赠送给自己的护院陆迁 还让他表演刀法 谁知还没开始 就有几名刺客来袭 陆迁顺势抄起宝刀 将刺客尽数解决 还顺便在石头上 刻了一个寿字 陆迁的好刀法 引来阵阵掌声 就连林冲也忍不住点赞 林冲 你跟陆迁比试一下 看看谁高谁低 如果论刀法 当然是陆兄计高一筹 照你的说法 其他的武功就高过陆迁了 高太尉大怒 不断贬低林冲 再次提出 让两人比武 恭敬不如从命 林冲答应 谁知高太尉 却嘲笑林冲 心言小 两虎相斗 必有一伤 自己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林冲不愿成口舌之快 没有多说 回乡后 妻子得知此事 劝林冲辞官归隐 林冲信有不甘 他苦练一生无意 只想投军报效朝廷 不愿就此离开 隔天 夫妻俩去庙会 听路人说 来了一个武艺高强的和尚 就在附近表演 喜欢武艺的林冲 想去见识一下 这个武艺高强的和尚 便是鲁智深 外号花和尚 酒肉穿长过 佛在心中坐 鲁智深原本是 精略府提侠 因行侠仗义 打死恶霸正关系 为了躲避吉卜 便出家做了和尚 林冲和鲁智深 都喜欢习武 两人不打不相识 鲁智深听到 有人说他下盘不稳 便找林冲切磋 谁知刚交手 家丁便火急火燎的赶来 鲁智深担心 误伤到家丁 急忙收掌 却不胜摔倒 家丁告诉林冲 夫人被人非礼了 林冲转身去救妻子 鲁智深见不得不平之事 也敢去相助 原来养好伤的高崖内 带着手下来街头 寻欢作乐 看到如花似玉的林娘子 起了色星 上前纠缠 林冲武艺高强 哪能忍受 妻子被人调戏 林冲 你干嘛放着我的妞啊 她是我的妻子 我听不见 你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老婆啊 高崖内仗势气人 鲁智深可不管这些 直接将调戏梁家的高崖内 扔到了河中间 你不要过来啊 哎呦 你吓死我了 我宰是很小的 高府护院陆迁 踏水而来 与鲁智深过起了招 救下高崖内 鲁智深 有种你过来打我啊 崖内若有不对 小丽带为赔个胡适 鲁智深还要追击 却被林冲拉住 陆迁立马道歉 这时林娘子也来劝鲁智深 多谢大师相助 我父林冲身在官场 实有难言之意 鲁智深便没有动手 得知林冲是八十万进军教头 鲁智深心生敬意 当即自我介绍 花和尚鲁智深 林冲邀请鲁智深到家中做客 两人把酒言欢 开怀畅饮 从武功招式 聊到人生 毫不快哉 鲁智深是个明白人 从白天高崖内对林冲的态度 就猜出他的处境 劝他辞官隐退 可林冲心意已决 鲁智深便没有再提 但不影响两人的交流 两人都是武痴 喜欢研究武功招式 怎么研究呢 不断比试切磋 白天不够 晚上继续 妻子见两人高兴 便没有说什么 直到这天 二人相聚在飞云牙决斗 还牵下生死状 妻子知道后担心 赶去劝阻 谁知为时一晚 两人早就较量了起来 鲁智深杀红了眼 露出破绽 林冲本可获胜 却手下留情 为了不伤害鲁智深 险些被杀 既然如此 那么就结拜成为兄弟吧 不料刚结拜 家定来报 露前带着一队人马 赶来抓捕鲁智深 鲁智深一人做事 一人当 岂会怕他们 但在林冲夫妻的劝说下 还是同意到那堂避一避 露前声称 是奉高太尉之命 前来缉拿鲁智深 但他愿意 为了林冲这个朋友 放鲁智深一马 此事让林冲感激替林 林冲担心高太尉 不会就此罢休 天刚亮 就送鲁智深 离开了林家 随之送走一个鲁智深 又来了一个囚武 他自称 关东好汉 素养八十万金军教头 抱紫头林冲 物功盖世 奔来头向门下 钻研武学 这是我们囚事传家之宝 招禄宝刀 此刀自冒水气 血不沾风 所以叫招禄 君子不夺人所好 林冲不愿接受 求武的厚礼 英雄配宝刀 求我执意要献宝 两人既爱宝刀 又喜爱练武 只要有空 就在一起切磋武艺 就连家中闯入恶人 也不知道 这天 林冲不在家 高崖内敲锣打鼓 闯入林家 想要调戏林娘子 谁知林娘子 居然会武艺 反而将高崖内 暴揍了一顿 当高崖内走后 林娘子 以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为由 让家丁瞒着林冲 可高崖内一回家 就想欺负高泰伟告状 说林冲打他 这些都是小打小闹 真正让高泰伟气恨的事 最近丞相动作频繁 联络了各地官员 想来是去皇上面前 揭发他的恶行 高泰伟担心 林冲站在丞相这边 起了杀心 还决定先下手为强 隔天 陆千来到教场找林冲 说是高泰伟知道 林冲得了招路宝刀 特意邀请他带宝刀 去府内给自己欣赏 林冲爽快同意 下班后 并带着宝刀随陆千来到府中 陆千去通知高泰伟 让林冲留在原地等候 有刺客 林冲赶去追击刺客 却被引入白虎堂 此地是军机重地 由众多高手把守 他们将林冲当成刺客围攻 林冲寡不敌重被抓 招路宝刀掉落在地 急忙解释 是陆千带他来赏刀的 高泰伟装模作样 让人叫来陆千对峙 谁知陆千突然翻脸 林冲 你怎么这么说 根本没这回事 高泰伟借题发挥 人证物证都在 还想抵赖 这时林冲才明白 重计了 其实他早该猜到 陆千是高泰伟的心腹 两人有意陷害 林冲宁死也不认罪 你要怪 只能怪 寄生于何生量 你没有得罪我 不过你是打我路的石 又臭又硬 根据大宋律令第47章 擅闯白虎堂者 众判冲军带兵器闯入者 全家挑战 战 住手 丞相闻讯赶来 他手持上方宝剑 护主林冲 扬言 依据王法 林冲应当交由 开封府查办 难道你不怕我先斩 后奏 怕者不来 来者不怕 丞相早有防备 双方拔剑相对 高泰伟只得同意 让开封府来办这件案子 刺杀泰伟之罪 可疑清洗 可擅闯白虎堂 确实证据确凿 林冲被发配仓咒冲军十年 临行前妻子来送他 承诺自己会在家中等他 这时 丞相赶来 他鼓励林冲 到了苍州后 戴罪立功 争取早日减刑归来 谁知高泰伟 买通了狱卒 在荒无人烟的野猪灵 杀人灭口 林冲虽武艺高强 可手脚都被铁链给锁 差点活活被勒死 危急时刻 义兄鲁智山出手相救 原来鲁智山听说 林冲出了事 便火急火燎地赶来 四个狱卒哪里是鲁智山的对手 被打得东倒西歪 鲁智山用缠杖斩断铁链 救下林冲 此时的林冲双脚受伤 鲁智山便让四人 做了一副简易的轿子 抬着他去苍州 路上遇到了梁山兄弟 几人邀请林冲入伙 投身江湖 可林冲拒绝了 他执意要去苍州 他为人正直 做事一板一眼 他曾答应过丞相 要戴罪立功 回京后一起铲除监命 梁山兄弟不再勉强 鲁智山继续护送 另一遍 林府逐渐败落 林娘子依然守在家中等林冲 门客求武 没有走 留在院外 给林家看家护院 这天 林娘子在家中午休 垂涎他美貌的高崖内 赶来调戏 林娘子虽会些武艺 可高崖内早有防备 带足了手下 关键时刻 求武及时出手救下林娘子 求武的武功不弱 对付一群小喽啰 不在话下 就当两人走到门外时 陆千却出刀暗算了求武 求武没有防备 重刀倒地 陆千为了斩草除根 将手持宝刀的高崖内 推向林娘子 取了他的性命 求武并没有死 只是被击晕 醒来后 他看到林娘子的尸体 十分自责 除了林娘子 丞相也被陆千暗杀 此刻 林冲已在鲁智深的护送之下 来到了苍州军营 原本他是要被分配 看守粮仓的 却不知为何被罚作苦力 即便如此 林冲依然没有半句怨言 鲁智深看不下去 想要替他出气 却被林冲拦住 固执的林冲照做 却不知上司受了高太尉之命 来取他人头 若不是因为惧怕鲁智深 恐怕早就动手了 此刻 高太尉为了斩草除根 派陆千 率着大队的人马 前来击杀林冲 求武知道后 带着血叔赶来通知林冲 刚到门口 就与营中侍卫交起了手 看到这里不得不说 太奇怪了 囚武为何要一路杀进来 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难道是为了显示他的身手 鲁智深听到动静 赶来驻战 可惜为时一晚 囚武不幸 被取下手机 刚好落在林冲附近 林冲打开血叔 才得知妻子和丞相 已被高太尉杀害 陆千代大队人马 即将来杀他 林冲为了不连累鲁智深 故作无情 阴声呵斥 甚至是割袍断翼 想将他赶走 鲁智深上当 一气之下 转身就走 林冲安葬了求武 便拿出自己的武器 一杆长枪 准备迎战 很快 陆千和高崖内 就率领大队人马 来到附近 可他们并没有硬冲 而是让手下 以盾牌阵围攻林冲 此阵本是长枪的克星 然而林冲的枪法 已变至顶级 盾牌阵破解一人之后 其他人便自乱阵脚 陆千远远瞧见盾牌阵 已被破解 便让手下 以火炮 对着林冲 一阵狂轰乱炸 林冲伸手敏捷 快速躲避 鲁智深在山脚 听到火炮声 便猜出 林冲出事了 担心林冲安危 急忙回头 此刻 高崖内正得意洋洋 陆千 我还以为你是英雄豪邪 会跟林冲举一死伤 没想到你这么坏 早早派人 把他给饿坏了 你起呀 就用大炮轰他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陆千辛之丹挑打不过 便耍了阴谋 不料 林冲突然出现在眼前 高崖内不知死活 出言挑衅 林冲 看看你的德性 站都站不稳 你能把我怎么样 话音刚落 林冲便将他一分为二 此人最有应得 之后就是与陆千的大决战了 陆千的刀法 虽刚蒙霸道 可单论无意而言 林冲远在陆千之上 此刻的林冲 因受伤 已是缘起大伤 再加上陆千由手下助战 好伙架不住群狼 林冲 落了下风 危急时刻 鲁志生赶来营救 兄弟我来了 兄弟 你没事吧 安置好林冲 鲁志生主动出击 陆千阴险狡诈 故作不敌 将鲁志生引到陷阱之中 鲁志生上当 胳膊中刀 陆千使用的正是 那把风里无比的压日宝刀 鲁志生差点丢了性命 多亏恢复体力的林冲 及时出手 才将鲁志生救下 兄弟 他好阴险 你不要插手这件事 我要亲手杀了他 那就别怪我胜之不武了 两人再次较量了起来 本以为林冲会战上风 谁知一阵笔划后 林冲施了兵器 反被陆千 抢到长枪 陆千得意洋洋 以长枪刺向林冲 林冲没有躲避 中枪后用尽全力一脚 将陆千踢飞 这招实在是太狠 就连鲁志生也自叹不如 原来林冲没有中招 将长枪架在嘎吱窝里 陆千怒不可遏 使用绝招 林冲飞升而上 林冲当即满血复活 对着陆千就是一顿门奏 看到这里就觉得奇怪了 林冲武艺这么好 之前为何不显陆身手 非要忍无可忍才肯出手 言归正传 在林冲和鲁志生的猛烈攻击下 陆千命丧黄泉 总算是替林娘子和丞相报仇血恨 电影的最后 无家可归的林冲 随鲁志生上了梁山 这部水浒传之英雄本色 上映于1993年 改编自名著 水浒传中 八十万进军教头林冲的故事 典型的武侠港片 豪气甘云 英雄本色 有人说男主太窝囊 仔细想来是角色的设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追风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哦 下期不见不散